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到至界外球的规则。 足球中至界外球是非常常见的,至界外球允许一名球员让出界的球回归比赛。 当一名球员将球碰出场地边键时,另一方的球员会至界外球。 至界外球时,球员必须站在球出界的地点。 至界外球时,有以下三条规则。 脚的位置,手持球的方式,以及投掷的方法。 双脚站在场地界外,并且脚步离地。 双手稳定持球。 为了提高握力,将两个拇指靠拢,与两个食指一同组成W形。 然后将其他手指紧贴球。 弯曲肘关节将球和手置于脑后。 越过头部,置出球。 在头顶时松开手,置出球。 为了置出远距离界外球,要进行助跑。 获得更多的信息,请关注我们的视频《远距离界外球》。 现在,您已经学会如何去接外球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